这就是联名款,都是三零欧家族系列的 它是Hello Kitty是最出名的 就是像其他比如说美拉蒂亚还有那个大宝 就是它家族里的一员 这个层台专门是为个故宫联名设计的 这个是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故宫文物为灵感 链锁打造的这个故宫系列 近期,Hello Kitty,航海王等各种IP的黄金版本在各大景点上线 10月16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黄金店铺发现 在金价高位震荡的背景下 为吸引年轻消费者,商家积极与各类IP合作 推出富有创意的黄金饰品 涵盖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 现在就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墨奈花园的这个系列款 它是根据那个墨奈的画作去设计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带有紫色的法郎彩的这些转运珠 搭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还有这边就是国家宝藏的这个千里江山这个系列款 它是带有这种绿色的法郎彩 这些就是比较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许多年轻消费者会收集自己喜欢的IP 甚至会成套购买 现在就是选一些金饰的话 年轻人也会偏多 会选一些动漫呢 或者是像我们莫奈花园的这种系列款 有的顾客会到店里来找 就是他会凑成一整套的一个系列款 从电商的一个视角来看 那现在年轻人其实更在乎自己的一个搭配属性 就是自己穿戴 其次他们更在乎的其实就是这个产品的表达和内核 动漫IP 我们之前其实像合作过 宝可梦 和平精英 Hello Kitty这种 其实在我们看来 我们不是单纯的把它分类到动漫里的 它更多的是结合这种大IP 做成比较Q萌形象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回忆情节的这种 宝可梦的一个皮卡丘的形象 胖虎的话也是在虎年去做的 那都在那一年成为了我们的销销冠 IP联名款等定价黄金产品 为何成为黄金消费的流量密码 专家表示 消费群体的年轻化 带动了黄金消费市场的审美转型 年轻消费群体对于动漫文化 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根基 商家借助推出动漫IP相关产品的方式 能够极为精准的触及 并吸引到这一消费群体 在未来 款式吸引客中小的产品 或许会更受消费者青睐 而跨界合作以及品牌联名的情况 也将持续不断的涌现 二次元 还有什么 比如动漫 还有游戏 它的这些周边 它把这些元素融合到这种商品消费当中 也就是说它更体现了一个文化的价值 我觉得是符合这种 尤其是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这种需求的 它可能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更多 另外一块主要是现在黄金的消费 它其实还具有一些投资避险的这些属性 特别是现在近期 这种黄金价格的这种增长比较多 作为年轻人可能也是有这种需求 比这个其他的这种奢侈品 比如说服装 皮包 它的这个保质属性会更强 就是它商品自身的价值会更高 建议的话 倾向于理性消费 避免这种过度消费 或者说是激情消费 这个之后会反而会增加自己的 整体的这种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